欢迎再次回到课堂 那我们下面呢 仍然在来把前面没有讲完的这个存储这块的知识 给大家去剖析一下 OK 曾几何时我们选择过两种分区方案 一种是MBR一种是GPT对吧 这只是两种不同的分区方案 两种或者说是两种分区表 但飞完区以后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选择就是什么 创建文件系统 看了吗 你到底是在我们教室里面摆方的桌子还是摆圆的桌子 他最终决定你是坐着还是躺着还是全在一起 不同的文件系统 那么他组织什么 组织文件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在这里面我们先从Windows来入门 来入手啊 不叫入门 在Windows里面我们随便找一个文件 或者找不是找个文件 找一个分区 看一下 在Windows里面呢 我们的分区的文件系统是标准的NTFS 对吧 当然好多人不知道什么叫NT啊 这因为你没有经过那个年代 因为我们最早用过Windows的NT这个版本 不是2000是Windows NT NT叫New Technology 新技术啊 新技术文件系统 反正就叫NTFS 那你要说他的特性呢 我这边就不想跟你讲了啊 配额安全他都有 这都有 每个文件系统有他自身的一些特性 大家还记得我们U盘一般不是这个文件系统吧 是不是Find32啊 那不同的文件系统 那么他们有不同的一些限制 比较存储文件有一些限制 没有吗 就比如说你现在往一个 为Find32的U盘上考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那个SendOS镜像 四点几个G知道吗 但是他考不进去 因为他有单个文件最大的限制 对不对 不仅有单个文件最大限制 还有什么 我们叫文件系统最大限制 就是这个分区 一共得多大 不能超过多大 那你懂吗 你可能当时分了一个区 分到多少T 分到50T 但是你不一定能够把这50T 创建成一个你想要的文件系统 没有吗 你分区是能分 但是你格式化不了 因为有一些文件系统是不知 支持超过这个大小的 明白 当然这些东西呢是一方面 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还有最重要的是 每一个文件系统 他在读取数据或存取数据的时候的一些速度 特性 包括他的一些修复能力上面 这都是有差异的 所以我们得做出选择 没有吗 好 这里我们来认识三种 三种比较常见的文件系统 这三种文件系统呢 也只是我们很多这个文件系统当中的什么 一小块很多 Linux支持很多文件系统 明白 那这里呢 我们先来认识一个比较传统的 叫做EXT 扩展文件系统 第二代第三代和第四代 当然你们已经没有见过第二代了 第三代你们也没有见过 第四代呢 两个尾巴你们只是说抓住了 OK 第四代文件系统呢 在Centro S6上面是默认使用的 但是在Centro S7上面呢 已经默认是XFS文件系统 明白吗 好 大家下面这个Fant文件系统 完全是赔榜的在这啊 完全是我过来给你说他有多他有多不好的 对吧 就过来给大家去赔个榜 然后像赔标一样 明知道他是最似的 但是我们要用一下 我们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来 这个首先我们叫做EXT系列的文件系统啊 二三四 其实呢 性能更加优秀 越往后走性能更优秀 他们都是一种我们叫索引式文件系统 什么叫索引呢 举个小例子 你的书是不是就是索引呢 你要找后面某一个文件 你是不是首先找前面的目录啊 对不对 然后找到目录 你就知道你要找的那个资料是在第几页 第几页 第几页 是不是 然后方便快速去找到 这个其实很快的 那所以有人通常说 那索引 那是不是肯定要有一部分空间会浪费出来做索引呢 那必然的呀 那书前面总有几页用来干嘛的 做目录吧 这个看起来是好像浪费了纸 其实呢会让读者在什么 在读取数据的时候的速度变得什么 非常快 能明白什么 这肯定有优势的 所以呢大家也会看到 我们当我们格式化的时候 其实格式化这只是一个 只是大家比较习惯的一种叫法吧 准确的讲叫什么 叫创建文件系统 明白了吗 能听懂吗各位 你要是曾经年少轻狂的时候 可以说是格式化 现在呢 你要说是创建文件系统 比如这个高雅一点啊 是不是 显得那个什么格高一点是不是 好 那这里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来比较一下 我们今天啊 就拿 拿这三个 当然准确的说是两个 一个是XFS 一个是XT4 来给大家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简单的例比 好 这里呢有一个概念 我没有交代 就是我这个截图是从哪截的呢 是从红帽的官方手册 这个大家都可以下到 看 红帽的7.0的发行注记 看到了吗 7.0的发行注记 这是从哪个地方下的 我们讲过吧 它里面有一个功能和限制 看到了吗 这是几啊 写5吧 这是什么 6 这是7 有有支持的CPU 有支持的内存 但是7能够支持到 三个TB 甚至达到64个TB 是吧 内存呢 各位 这内存呢 什么概念是吧 好 我们这里呢 不讨论内存 我们讨论什么 文件系统 好 各位 我我抓的是这段的图 看到吗 那 你们看一下 我抓的图片和官方的图片 上面有两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哈哈 好好吧 这 我们来找不一样 这样吧 在前两行当中找吧 提示你一下 在 在这一行和这一行之间找 看有哪个地方不一样 没错 我改掉了 看到了吗 因为他这个地方应该是写错了 这有两个概念 什么叫最大文件大小呢 就是一个文件你有多大 你能够多大一个文件 也叫单个文件大小 还有一个叫什么叫文件系统呢 哎 有人说文件系统就是分区 这个话对吗 不对 分区是什么 分区可能是没有什么 文件系统的呀 而有文 文件系统确实是在哪创建 在分区上创建 你可以认为 没有文件系统的分区叫什么 分区呢 叫裸分区 或者叫裸设备 裸是什么意思 大家都懂对不对 就是没有穿衣服的设备 对我们有时候会叫裸设备 裸设备这个不是没有用的啊 这样 Orake就会用到裸设备 这样的概念 就是他不需要你给他创建文件系统 没有吗 他就要用裸设备 他有他自己的存储管理方式 所以我们今天讲讲的文件系统 肯定是一个已经什么 所谓的格刷好了的一个分区吧 好 那这个文件系统有多大多大呢 一个分区50T 那他一定能够创建50T的文件系统吗 得看选哪个 哪种是不文件系统吗 好 这里再说一遍 单个文件大小 还有什么文件系统的大小 这个是不是有区别 文件系统大小 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整个分区的大小 能多大是吧 是50T呢 还是100T呢 但是呢 单个文件是指的是什么 就是单个文件 对不对 好 其实单个文件大小 我们没必要讨论了 为什么 因为已经很大了 看到吗 16个T 你什么文件要需要16个T啊 所以这个都不讨论 我们讨论的重点还是什么 还是 这两这两行 哪两行 倒数第三行 和倒数第二行 最大文件系统大小 X S 先看那个T4吧 T4 这个文件系统 在红毛级 5上面 或者在CentS5上面 最大只能达到16T 明白意思吗 如果说你在 你在曾经的5上面啊 就说6吧 6也是一样好吧 你在我们以前的6上面 你有一个分区已经超过了16T 比方50T 你想格式化成T4 那不可能 没有吗 不支持 能听懂吗 各位 他根本就不支持这样的东西 如何格式化 能不能明白 好 那这个时候 但是在7上面呢 还是有点变化 7上面的T4 还是有点什么 涨进吧 T上面 7上面的T4 已经能够达到什么 50T 那同样的 如果说你有一个分区 有100T呢 那你就老老实地给我选择 XFS 是不是可以了 所以XFS呢 从某种程度上 我们可以看出来 是为大存储 大容量 专门开发的 所以在7这个年代 7他为什么抛弃 他的传统的这种T系列的 EXT系列这个家族 原因就是呢 有几个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什么 存储容量大 而且现在数据是不海量的 动不动就是什么大数据分析 是吧 那种数据量是庞大的 所以呢 T4已经不太适合这个年代了 能明白吗 好 所以如果说 但是啊 还是有很多业务 依然跑在T4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后面会看到 他的使用还是比较广泛的 因为针对他开发的软件 应用还是比较全面的 没有吗 那个当然还有一个BtreeFS 这个是在评估的 啊 这个据说是最牛牛叉的 据说据说这个XFS啊 只是红帽的一个过渡品 啊 过渡品啊 这是一个 实验屏 也不好说 反正是 反正是现在目前啊 7上面绝对是XFS 没有吗 我这个地方单是从什么 从存储的限制层面上来 给大家做了个展示 问你们一下 T4在6上是最大支持多少T 16个T 7上面达多少T 50T XFS在6上多少T 7上面 够大了吧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请大家注意 这个是一些限制 你要记住 好吧 至于单个文件 我个人觉得没必要讨论 为什么 这个已经大的 够大的了啊 这个就别讨论了 OK 好不要去 不不不再讨论他 明白 同志们 那下面 我们下面要了了解 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准备了三张图片 然后我 应该是四张图片 然后我删了一张 来给大家 带大家了解一下 EXT这个家族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包括新浪 还有很多公司 他们没有这种海量的这种数据的需求 而且他们也 比较认可T4的这种稳定性 所以呢 什么 基本上就没有在 没有在什么 没有在随便的去换 明白什么 所以我们依然是要懂的 在这里呢 可能就会稍微麻烦一点 麻烦一点呢 但没关系 我这个图片呢 首先 我带大家先看中间这个图片 我这个图片 我觉得很画的很好 看啊 你不跟着我思路看的话 可能就看不懂 这是把 先一块硬盘 是不是先分区啊 前面是MBL 有人还记得是多少多少个为多少个字节吗 512个字节一个扇区好吧 446的引导程序 加上64字节的主分区表 还有加两个字节的一个对一个 那个叫什么那个这个数据不好说啊 很多人也不知道 我也把它说不好啊 就是反正是一共是512 是不是 然后紧接着是不是四个分区 等一下啊 我们的MBL里面存什么 可以存什么 引导程序吧 引导代码吧 但是我告诉你 MBL只有一个 是不是就一个 如果有多个 多个系统呢 同时装了好几个系统呢 又装了Windows 又装Linux呢 是不是这个时候会有多个引导程序啊 他们会增先恐后的把前面的人的给他什么 覆盖掉 那怎么办呢 所以没关系 先装的Windows在这 再装Linux在这 是吧 他肯定把他前面干了 换成他的 但是没关系 每一个分区前面有自己的 boot sector sector是善区的意思是吧 就是引导善区 就是每一个分区 又有他自己的什么 第一个善区是留下来的 不能动 好吧 512字节 后面才是什么 文件系统 能看懂吗 这个从大的世界看小的世界 再看更小的 再看更小的 没没子吗 好 就相当于 我们先看到 咱们的这个 前锋的这个整个大厦 然后紧接着看到我们一个教室 然后再看到教室里面的呢 教室里面的一个人 然后再看到这个人的眼睛 里面呢 又有什么东西 就是不断从大往小看的 明白 好 这个图片我觉得画的很好 来 第一个 这硬盘 硬盘呢 是 NBR 后面加N个分区吧 我们就假设四个分区 然后呢 每一个分区 注意哦 是每一个分区哦 是每一个分区都有自己的什么 叫引导删区 引导删区 Boot Sector 引导删区 Boot在这里 是启动引导的意思 明白 然后后面是什么 是我们的文件系统 无论它是XFS的还是什么 T2的都是 各位我这边这边拿了个T2的 拿了T2的呢 是因为 这个图就T2的 没关系啊 T2提的意思是什么 是一样的 有时候真的是一样 为什么有有有有不同的 这个它有性能上的提升 另外还有一些 T2性能上的提升和容量上的提升 从它的结构上讲的还是什么 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区别 好看到这些不能看懂吗 哎 今儿我们研究的是哪个呀 我们研究的好像不是分区吧 这个搞过了 我们研究的也也不是这块吧 我们研究的是 这一块文件系统 好 大千世界再次展开 文件系统 文件系统呢 又分为 好多个组 当你格刷以后 会分成好多个 叫block 组0 block 组1 block 组3 block 组N 叫块组 看到吗 每个文件系统又分成若干和块组 就相当于什么意思呢 这么大个文件系统 不能够一个人管啊 是吧 得把它分成好多个部门 好多个区段来管理 没没意思吗 各管各的那一摊 其实上面这张图片就是哪个 就是哪个 是吧 其实这个图片呢 你看 就是从这走到这下面这 这个 这一段了 好吧 就没有前面那个 更大的世界 你可以看成这是整个 银河 银河系 整个宇宙 是吧 然后银河系 然后什么 某一个地区 某一个星球 星球上的某一个国家 是吧 好 这里呢 每个组 好 那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主 具体就是每个组 这每一个块组里面是一样的 就是结构是一样的 这里面有什么呢 各位看到 这里面有 superblog 超块 或者超级块 超级 superman 超级块 然后紧接着有一个叫 看啊 叫 组描述表 叫GT GD什么 T 叫组描述表 就是关于这个组的什么 一些信息 一些位置 我这个组是从哪个边界到哪个边界 用了用了多少 还有多少没用 我在这描述的 没有吗 然后紧接着呢 还有一个叫Block位图和Inno的位图 首先 位图这个东西什么 我讲一下 大家你看 你们有没有去过卖房子 那个那个售楼 售楼处那个那个地方 没有去过 那我说一下 如果去过的话 你会发现 那个 摄楼处呢 上面呢 当然模型是模型 我说的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他可能有一个 我举个例子 他有一个那个有一个表 表上面呢有每个单元 然后呢 售完一个单元呢 这边可能就插一个小红旗 知道吗 就表示这个地方已经什么 卖出去了 就跟你扫雷一样嘛 扫完以后就插个小红旗 表示这个地方已经扫过了 或者有雷是吧 好 这个人家以后一看 再再过来一看 哦 没有插小红旗的地方是什么 是没有卖出去的 没有意思吗 这个卫图了说白了就是一个 显示的 通过这个方式 显示哪个地方用过哪个方 没用的一个 一个这样一个一个东西 卫图 那这里有两个卫图 一个叫blog卫图 一个叫什么 一个叫innode的卫图 那这两个卫图是干什么的呢 那很显示一个是存innode的信息 是吧 innode的信息啊 一个是存什么 blog的信息 我知道大家听见现在很痛苦 没关系 这个地方痛苦 马上就不会痛苦了啊 很重要 OK 然后紧接着是什么 innode的表 或者innode的表 还有 data blocks 数据区 数据块 而这个innode里面 这又锁了锁了一下是吧 数据块里面放的是什么 肯定是数据啊 每一个文件 听好了 每一个文件 会有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的信息是存在 innode的里面 或者innode的里面 好吧 那怎么发音 innode innode是锁印吧 innode还是innode innode的里面 明白 文件什么信息呢 看 每一个innode都有一个number 明白 而且里面还有什么 该文件的类型 该文件的权限 该文件的链接次数 该文件的所书者 该文件的所有组 该文件的大小 好 该文件的point 指针 就是该文件的数据 在哪些块上面 没有吗 这个地方就相当于前面的书的目录 但是比那个目录还要丰富 它记录的是不仅是说后面那个数据在哪个位置 还记录了什么 这个文件的权限 这个文件的类型 这个文件的各种访问时间 修改时间 这个文件的大小 这个文件的这个什么 所有者和所书组 这个文件的指针 这里的指针它是个指向 不是不是那种指针啊 不是地址指针那个概念 只是一个指向 也就是说这个文件的数据在后面的哪些块上面 明白吗 就像下面这个图一样 各位看到吗 挺好了 我们每新建一个文件 都会给它分一个什么 iNode 来存取该文件的 信息 是吧 比如说 该文件的什么 内型 权限 各种访问时间 以及什么 所有者 还有它具体所指向的那个 哪些Blog区吧 明白吗 就是你每一个文件都会有一个什么 iNode 就这样一个iNode 好给大家举个例子 让你们看一下 来大家看 dfmini 这个在见过吧 但是dfmini默认看到的是 使用的情况 OK 我们用的是df-i 是iNode的 同样你看 LL-i 每一个文件 是不是前面都有一个iNode的号码 那这个iNode的编号 是个编号 这个iNode的编号里面存的是什么 存的是该文件的什么 各种属性 能听懂吗 权限呢 类型呢 大小啊 还有所有者 所受组 这些这些属性 明白 没有实际数据 实际数据不在那 实际数据在哪 在后面 来 各位看一件事啊 df-i 看是不是看iNode 当前这个跟这个boot分区里面 已用了两万五 不是 个十百千万十万 二十五万六千个 有有这么多是吧 然后已用了多少 三百三十三个 我们可以认为有三百三十三个文件 能明白吗 因为一个文件会占一个什么 iNode 然后紧接着呢 还有这个free 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在boot下面新建一个空文件 空文件它一样会占什么 iNode 但是它就是没有数据 那就没有会 它没有什么 后面的blog数据 所以你看观察啊 刚才是多少 二五六七尼 现在请猜测 二五六 六 六六九 看到吗 那我再新建一个呢 那如果我倘若见到二五五五六六九个 那文件呢 那你知道什么结果吗 这个结果就是不能再创建文件 iNode的表被占光了 对不对 其实空间还没有占光 因为我们知道空文件是不是不占 不占不占 不占什么 所谓的空间指的是不占数据块的 这个位置的吧 但是它占什么 因为每一个文件会分什么 分一个iNode给你来存取你文件的各种属性 一旦iNode的被占光 那我们这个词盘是不是也用不了了 除非可以往老文件里面再写 为什么 因为老文件已经有iNode的信息了 是吧 那 这个所以在Linux里面啊 无论是iNode被占光 还是Block被占光 都都什么 都都那个 都没有Bus起了 是不是 都没有空间的呀 都指的是磁盘空间好气呢 能明白是吗 好 我再说一遍 每一个文件 哪怕是一个什么文件 空文件 都会什么 都会占用这个iNode的信息 这里考考你们啊 iNode的里面我刚讲了 存放的是什么信息 文件的什么 各种属性 什么叫属性 属性这边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 我们叫MetaData 叫原数据 对 这些数据它就 它就不是不是什么 不是实际的内容 就是除了实际内容以外的数据 叫什么数据 原数据 对 我们昨天在讲快照的时候 拷费的就是这个原数据 明白吗 所以相当快 不是考实际数据 明白 所以我该先把这个讲了 你们就懂了 对 所以考的其实就是原数据很快 原数据站的空间非常小啊 是不是 很小很小 那这里呢 考你们一件小事啊 文件的名字放哪的 你们能猜到吗 文件 每一个文件是不是有名字啊 你们告诉我文件的名字放在哪的 文件的名字是放在这个文件的 目录的数据区里面的 上上一级目录 明白吗 上一级目录的block里面 放的是他下面的文件的名字和文件的 暗漏的 是这个意思啊 你看我举个小例子就明白了 现在呢 当然这个 我现在呢 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 ETC目录 好吧 假设有个 有个 ETC 看到吗 这个ETC是个目录吧 他有自己的什么 他是不是也有自己的 i 露的 这里面存的是 ETC的 这个他的什么 他的一些文件的一个 MetaData吧 是不是原数据 然后是不是还有他自己的什么 他自己的 block 数据 这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呢 放的是 比如说他下面的文件 叫File1 位置在哪呢 在5666这个位置 有一个什么 File2 在什么 777这个位置 看到了吗 所以说 上级目录里面 是存储的是文件的名字 和他的 因为 因为你只有通过访问上级目录 是不是才能拿到该文件的什么 对 iLoad号啊 你访问ETC才能读到这个File1的iLoad号 然后你再访问5666 看看你有没有权限 知道吗 所以 这个iLoad里面和block里面 是不存文件的文件名的 文件名是存在上级目录的 所以也就解释了 以前我们讲过的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 要想创建文件 或删除文件 操作的对象其实是什么 是ETC的什么 block 看到吗 那你自然 需要对ETC有什么 写和执行权限 是不是在科研 好 所以这是个道理 好 这个话呢 你们慢慢去去体会 好 各位 我们为什么说叫 索引文件系统呢 你看 这个iLoad的表 是不是就是一个索引区啊 他除了 他除了记录什么 他除了记录文件的类型 您权限链接数 除主除组 还有各种时间以外 他是不是还有一个point 就是一个指向 就是说 我们这个实际数据 在后面的2块7块 13块15块 而且这些块还可以 之间是没必要什么 连续的吧 因为相当于我要找的内容 是在书的 第1张第8张第9张第20张 明白意思吗 但是我从这个索引区一看 我就知道在哪些张 明白意思吗 我就能够找到 所以我们叫做这种文件系统 是什么 是一种索引型 索引式的文件系统 当然现在的文件系统 基本上都是这种文件系统 明白吗 除了谁呢 Fant不是 好 一会儿给你看一下 Fant那种类型的家伙 他真不是那种文件系统 不用 现在就可以看 因为他没必要专门讲 Fant是什么类型呢 他没有什么索引 看到吗 对他是 是这样的 假如说你要读一个文件 而这个文件的数据趋势 是在 是在什么 在1 上面 然后又在7上面 又在4上面 又在什么 15上面 你只有先读到1 把1读完以后 你发现什么 在尾巴上说 请到下一个教室 对吧 再把下个教室读完以后呢 请到下一个回合点 明白 什么 然后再读完以后 再来下一个回合点 所以这个时候就很痛苦 什么痛苦了 没准我刚刚从那过去 但是呢 我不知道那有数据 所以呢 我就没有读 所以读去速度非常慢 特别是这个文件什么 数据块是分散的 没有吗 所以说在以前的年代 我们还玩一个什么 碎片整理 什么碎片整理 就是尽可能的把他们什么 搬到一起去 没意思吗 这样读的话是不是也快一点呢 当然这里呢 以前我们在玩windows98呀 或者什么的时候 经常点右键 磁盘碎片整理 还整半天啊 那有时候呢 那他一开始怎么就不那个 不连续放了 那你像你去看电影 那人家选座是不是已经选了 烂七八糟的已经选了 而且选完以后 就算一开始是有人做好了 当中是不是也有人被删除啊 被删除以后 那个位置是不是随机的 删除以后 是不是你再进去的时候 又是乱七八糟的 所以呢 我们往往还搞一个什么 所谓的碎片整理 然后尽量的把那些block 给他什么 连到一起去 降化快一点 没有吗 好 当然这里就顺便说一下 在linux上面 我们可以通过叫mk 什么vfant 来将一个分区格式化成 这种fant类型 这种vfant类型 因为啊 我想说的是什么 NTFS的分区 linux是不识别的 OK 同样 linux的ext分区呢 windows也不识别 但是他们有一个公共的东西 就叫做fant windows叫fant fant32 对吧 而linux叫vfant 你要是把你的u排或者什么 格式化成fant32的 在windows里面格式化成fant32的 linux可以识别 明白吗 如果说你要想在linux里面格式化了 这格式化成什么 vfant的 windows也能识别 就这个意思 好吧 好 我讲fant的纯粹是为了 调戏它一下是吧 就不是为了正式的去讲它 明白 因为我们不打算讲它 好 再次回到我们的这个 这个这边看一下 前面都有看一下 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整个结构 刚才我们讲了 这玩意儿是不是相对书的目录啊 但是不同的是比书的目录还要更高级 这么讲吧 你能不能访问后面的数据区 得看你对 有没有iLo的表里面存储的那个权限 看到吗 每一个文件的权限 permission 是什么 是存储在iLo的表里面的 如果说你对 你没有权限 那么自然就不可能访问后面的block区 数据区能听懂吗 好 就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相当于书的目录 这个相当于我们实际的文件的什么 数据 但是这里有一些东西大家都懂得清楚啊 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 假如我们班先生来一个新生 老师安排一下 假如我们班的叫座位有有有十万个座位 好吧 夸张一点 那老师安排在哪去呢 靠什么 位图啊 是不是靠位图啊 老师一看 哟 前面有好多小块上没有插红旗 这个位置是不是空的呀 那同样这个如果这个地方被被占了呢 那就把这个地方插个小红旗吧 所以我们想要给文件分配iNode 是不是先看看位图上有哪个地方没占呀 那同样我们想给文件分配什么 数据块 是不是也得看block位图啊 能听懂吗 所以说位图 这两个位图分别是用来标识什么 iNode和block这个具体的使用的情况的 哪个地方是没用 哪个地方是有用的 能听懂吗 各位 这是位图的这样一个概念 当然同学说 这个老师带了一个学生过来 他其实应该先不应该去看位图 他应该先问一下我们的什么 我们有一个记录什么 我们下面记录了 说这个班一共有一万个座位 目前已经用了998 不是sorry 9999个座位 还剩一个座位 是不是他看完以后还剩一个座位 然后他再通过位图去干嘛 找了一个座位在哪吧 同样呢 我们这个上面可能是一万个座位 现在用了八千个座位 是不是还有两千 那就意味着他是不是可以在上面创建文件 那然后他紧接着再去给这个文件 具体找什么 他应该坐在哪个位图上面 能明白吗 而记录这个班整体情况的那个 那个什么 有多少个iNode 有多少个block 已用多少个 未用多少个 这样一个整理信息 叫做superblock 看到吗 叫超块 超级块 而这么讲吧 如果一个文件系统的超级块坏掉了 这个文件系统也就坏掉了 就没办法读了呀 就相当于进这个班 不知道这个班 整个的一个座位的一个 已用和未用的情况 没有吗 就不知道了 所以超级块是整个什么 是整个我们这个文件系统的核心 是整个我们这个文件系统的核心 而好的好的地方在于什么 超级块呢 在每一个组上都有 这样的话呢 我们前面的超级块坏的话 可以怎么做 可以用后面的超级块去 去做一个恢复 可以这样做 好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来看一下各位 看这边 superblock叫什么 超块吧 它记录的是什么 请看红色字体 记录什么 文件系统的整体信息 包括inode block的总量 使用量 剩余量 以及文件系统的格式等等 是不是这些信息 明白了吗 感谢观看